电音三太子出现在缝炸商圈 这一跳让光夜市的民众很难不把目光转移过来 除了电音三太子还有同场加码的女子团体 跳跳躺 不过重点还在三太子的身上 就因为这件事让铺子电音三太子和跳跳躺联手 快闪缝甲夜市 被称为儿童和青少年的守护神 三太子融入到神魔传奇故事的电脑线上游戏之中 跳动的创意做法让电音三太子现身夜市造势 从台中出发还要快闪嘉义台南和高雄 电音三太子为什么会从传统到了创新 这个游戏也是一样从一般的游戏到很不一样的游戏 我这样子讲你们也可能比较不明白 真的要来体验一下 其实像这样子的武侠跟剑侠这样子的一个游戏 其实都是非常受到中南部玩家的喜爱 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拉入了三太子 这样子中南部一个传统的一个信仰 流行的线上游戏和传统三太子混搭 让创意突破传统 在内心我们在中部的众和报道 这次 avant来就去看下一次 我们就等下来 safe 这次降下来就放下来 咱们就通过来 我们下来就拿住了三太子 我们下来就年的数据 对这次来就算了 快 咱快 咱快